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制生产力的之后呢 我们看到各个地方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都提到了要大力发展新制生产力 那么各个政府他在出台大力发展新制生产力的 这些政策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谈到新制生产力的问题 统计数据上的失措 就是增长速度不低很快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 或是一个问题 这一块东西基础还是比较低 它整个不像就是说有些传统产业 比如说你汽车 它已经是个很大的基础 那个增长力上来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不突然 正面讲还是对于高新技术所支撑的新型产业 有很大的支撑 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 中国是现代化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一个实现的中间人 我们在新能源的问题上 在新能源汽车问题上 实际上已经尝到了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就是说 所谓弯道操车也好 或者就想在某一个点上有个突破 完了以后对整体上再一个形成带动 这个突破的本身的点 就是现在所谓的新的生产业 科技创新带动了产业变更 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对整体它是很紧急的 今年又进一步的就是说把那个新的生产业的 把跟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包括在里面 新型产业的形成 传统产业的改造 第二个新的生产业本身的发展 需要有些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不要把新的生产业赚垮垮 现在新的生产业变成有框 什么好东西都往里面装 如果现有的框里面的东西都能转换为新的生产业 是个好事 但是要和它实际的所取得的作用 能够连起来 第二个新的生产业本身的发展 需要有持续 比如说 就打个比方 如果我新生产业本身整个这一块错口问题也好 在国际贸业中间碰到这样一样的问题也好 你替代的方案在什么地方 我本身的就是说这一块如果受到影响各种原因导致的 我需要有一个新型三样的产业层面能够退出 那也就意味着是个什么呢 要指移动一些 各地情况不一样 各地本身原有的基础 发展的条件你碰到的就是说 机会都不一样 每个地方 这个几个阶层电路深入医药 之后人工智能 反正在那边的话我就是这个 反而倒就是说对整体上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有影响 我们要通过哪方面的改革 才可以去在体制机制上更好的支撑 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呢 或者说我们新制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 读点和痛点在哪里 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新制生产力嘛 这个通常的话它就是那种 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 所以它这种不确定性的比较大 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 所以这实际上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什么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本身也就是服务新制生产力发展的 这个本质要求 所以那个我看吴清主席在新国九条 发布的时候 他们从这方面 阐释了这方面的意义 而且最近的话呢 我们也是就是为了这个新国九条 加快一加N这个政策体系的这个落地 既有这个融资端的这个 就是推动资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 更好的满足这个新制生产力 这个企业的这个上市融资的这个需求 同时也有投资端的这个 就是我们要这个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加上投资的保护 更加强调投资和融资的这种平衡 再有一个这个交易端 也有一些制度改革 特别是对金融中介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既要在这个这个上市 这个这一端呢 这个口子口子要放开 但同时呢这个要加强监管 同时还有这个退市这一块 要常态化 然后我们一些金融机构呢 可能还得提供一些更新生产力发展要求 这个相适应的这个投资的这种 这个价值贫固体系 然后呢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投资产品 让投资者能够分享新的生产力 这个发展带来的这个好处 讨论完这个新动能之后 我想传统这个动能的代表就是房地产 刚刚莲篇老师她在她的演讲当中 也已经很好的分析了房地产 那么我们上半年房地产的开发投资 是下降了10% 房地产行业还处于一个持续低迷当中 莲篇老师您觉得当下影响 购房者意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提高购房者的信心 大家为什么不买房了 现在这个市场 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确实也是对于很多方面来说 也是始料未及的 就是说它持续大幅度的下行 对经济拖累是力度是不小 那么这个状况出现的 当然是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调整 它也不是一个说这个阶段性 短期运行出现的这种状况 这个很快政策下去 迅速就给你扭转了 它是一个针对这个房地产 可能最近二三十年来 持续长期增长的一次 也算是比较大的级别的调整吧 如果说在这个市场 我们不能够这个 能够挽救住它持续下行的这种压力 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险 比我们目前看到的还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呢 确实是要了解 这个要研究就是 目前导致这个下行的因素 那么因素我觉得呢 还是比较复杂的 最根本的还是跟收入和就业有关 最近一个阶段以来呢 这个其实好多行业的就业是十分困难 前一阶段还有很多这个餐饮店也不行 现在好一点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资产价格的大幅度的下挫 包括这个股市 还有房地产 这个整个价格下行之后呢 这个整个财富效应变成一个负财富效应 所以这个市场上购买这个能力也就差了 比如说像我们过去都经历过 从90年代以来 经常有时候会出现股市很好 小秋啊股市非常好 一段时间以后房子也卖得动 因为很多人赚钱了嘛 现在都没有赚钱效应 财富是个负效应 那当然就约束了消费函数嘛 是吧 房地产风险前一阵子表现得比较明显 现在最近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 还在酝量和积累过程中间 那么我觉得在未来呢 有些措施刚才前面我都说过了 另外呢我觉得无非这样几条吧 一个就是怎么稳定收入和增加收入 这个保障就业 还有呢就是还是要采取针对性的基础 能够很好地来控制市场的风险 这个尽量不要爆雷吧 我觉得呢在未来我们可能也要考虑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型的这个民企啊 有很多都在酝量风险 前一阵子控制住了不少 现在再往后看的话 还是存在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呢都是市场的风险 如何能够将风险的水平降低 风险偏好逐步让它提升起来 那么这个市场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恢复 我关注到一个数字啊 就是上半年民间投资是增长0.1%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增长6.6% 那这个民营企业其实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 不管是就业还是对于我们稳增长 改善民生来说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那怎么看现在这个数据呢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提升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呢 其实总数据已经在这个2018年 11月1号召开民营企业家座台会 当时已经盖过56789 就是民营经济在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大盘中的这个 发挥的作用 现在呢 按照统计数字是66789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税收 GDP都到6成了 所以民营经济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主体 和国有经济同样重要 所以我们党的政策从来就是两个毫不动摇 就是毫不动摇支持国有经济发展 毫不动摇支持这个 当然叫非国有经济发展 实际上现在我们就叫民营经济发展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它还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意义 首先呢 它是吸纳就业最多的 因为你看百分之八十的 这个56789里边百分之八十的是 民营经济吸收的这个就业 是吧 第二呢 现在民营经济 特别是民营经济投不起 它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 你像华为也好 大江也好 福建那个 近华也好 海康卫视也好 全是民营企业 美国制裁了一千七百多个 这个 我们中国的企业和机构 其中企业呢 今年一千个 一千个里边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民营企业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 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已经对美国产生了威胁 或者已经超越美国 或者说计较超越美国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是我们大国竞争博弈的底气啊 就是政府之间坐在谈判桌上 那是谈判 真正的市场博弈 它是微观主体 微观主体里边你的国有企业是 但民营企业它在第一线 它更是主体 第三个我觉得现在的民营经 有特殊的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对于稳民心 稳经济 稳预期 它具有一个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我说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来了 民营企业的信心回来了 民营企业在社会融资方面啊 它有了积极性 投资有了方向 对未来有了预期 对政策 特别政策的那个合成谬误 它觉得以后不会再出现了 钟摆效应也不会出现了 那我就放心投资啊 实际上你说民营企业 除了这个追逐这个利润 就是出海 追逐资本利得 就是去赚利差 有一部分它出去它就是保安全的 但是你要比全世界哪安全呢 没有一个地方安全 你存在美国安全吗 美国现在如果说下一步 对吧 很有 它释放的非常清晰信号 就要没收你再美 而这些资产也可能就仿效 对俄罗斯的做法 你投到瑞士安全吗 瑞士原来中立国 那么在这个制裁俄罗斯方面 它完全就放弃了中立国的地位 那所以我们其实企业的这个投资啊 它这个向外转移 非常的盲目 现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议案 就是说下一步要追查 在维尔军群岛 百姆大群岛 这些就算避税岛啊 建立的这个中资公司 所以你说哪安全 回到中国最安全 但是呢 你要给它一个长期预期 它如果真的是回来 哪怕我回来还代表中国企业 再出去投资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联系循环 我觉得这是改变预期 非常重要的这个维观主体的基础 我从这三点上来说呢 我觉得现在把民营经济啊 真正搞活 把民营企业家真正能够稳住 然后把整个的社会啊 这个水啊 能够让它活起来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信心很重要 民营学家有信心 我们的民营资本才有活力 那接下来我 我想我们把话题转向资本市场 现在我想对于2亿的股民 和6亿的基民来说 大家有一个问题 一定是他们非常想了解的 中国经济 我们看到现在的基本面是向好的 但是资本市场 并没有给予相应的回应 刚刚林平老师回答的时候 房地产问题的时候 也提到了股市和基金 小邱老师我们资本市场怎么了 为什么会出现当前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于股民和基民来说 应该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信心问题 这个经济生活中啊 最真实的就是资本市场 或者股票市场 它是最真实的 它是涨还好 跌也好 它都反映出人民的预期 这个 反映出今天来自于对未来的预期 这一点 它不会说谎 我们这个市场的确是 它的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现在都成了人民的一个 诟弊的一个主要对象 这个批评呢 也反映出人民还希望它 套起来 这就预设着它要改革 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多年来 一直呢 都认为它是一个农资的市场 我们这个市场 从历史角度来看 我们过长期来认为 它是一个农资的市场 所以它不考虑到 这个是一个风险市场 也不考虑到这个是风险市场 一定要一个风险收益力 记得那么好呢 你是农资者市场 它逻辑的就衍生成一个 投机的市场了 它就不认为 这是一个成长性的市场 是个财富管理的市场 我们从制度到政策到规则 到工具 这个层面的设计 无不体现出一个 农资者的市场的特征 从IPL开始 IPL的放话 你看看它就是在位企业农资服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为国有企业解困农资 提供服务 提供便利 现在是为高科技企业 农资提供服务 提供便利 其实它的理念 本质上是没变化的 只不过企业形态发生了变化 过去是国有企业 现在是高科技企业 我们不能够把中国的 日本上的IPL把它天使化 你这个企业 有点想法 我需要大量的资金去佛化它 本来把天使投资搞到我们 这个市场的IPL去做 有时候还变成了 IPL是ICU化 是不是 企业都说要快死了 我必须要发股票才能救起来 这个就ICU化也不得了 你在这个条件 你就发现这个市场 它上市公司充满着风险 不确定性 最重要的 比如说交易规则 中国的交易规则 是一种不公平的 一个市场 我不看它成长的指数是多少 我不看 我看它规则是不是公平的 对所有投资人是一样的 我们很多的规则设计 有的是 只是会 所谓的机构投资者 所谓的实际控制人 所谓的大股东 它有利于它来进行的交易 这个事实上 最讲究的最重要的 就是公平 大方不公平的 就要去掉 比如转隆通 过去就是 法律上不能流通的 通过转隆通机制 变成了可流通 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转隆圈 只有大机构可以转隆圈 尤其一般的时候 是做不了的 都要进行系统的改革 这中间呢 吴欣上了以后呢 做了重大的一个调整 其中就认识到了 注册制的改革 成功必须和言行计划 连在一起 我们过去只重视了 注册制的改革 市场化的改革 没重视说 这种发行制度 他会使得财务指标很宽松 很多 李逵就来了 他发现他没有责论 李逵就想办法来 作假嘛 那么如果你配置于 言行俊法 这个处法 当然不是轻妙诞弦的 叫八九三杯 一定要制定一个 像安能事件那样的处法规则 这就是言行俊法 你这个市场不能有 丝毫的作假行为 所以我经常说 中国资本上发展好了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完成了 为什么 因为法治化它就实现了 透明度出现了 企业精神就有了 这个市场上是第一法治 第二企业 第三透明度 这三个正是 我们叫现代社会的 三大基本特质 所以推动资本上的发展 由于中国是现代化的实现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 就很重要了 那我们听一下风险投资人 对我们现在资本市场 有什么观察或者思考呢 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呢 当然还不完善 确实是我们推动下一轮 高质量发展 新质量发展的一个障碍 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我们很难搞好这个平衡 我们既要一个服务于实体经济 服务于创新 同时呢 又不要出现一个所谓的 经济的金融化 如果金融引领实体经济 这个几十年 我们现在都看到太多的案例了 美国的工业空心化 一半以上的责任在华尔街 你去看看美国现在发生的事情 总统大选 王思副总统的那本书 Hillbillyology 里面已经写了很多 美国中部 为什么那么多人气度啊 因为整个经济被掏空了 谁掏空了他们 华尔街掏空了他们 整个经济的金融化 所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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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教训 必须学到的 这是一个不大难的事 但是呢 还是要确立基本的理念 这个金融还是现代经济 非常重要的助推者 现代金融就包括 以资本上为纽带的新资本业态 这个对中国的现代化 通过我们的科技进步 以及产业的升级迭代 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正确认知 包括现代金融在内的 金融业态 在未来的中国的重要性 去年提出了一个很伟大的目标 就是要建设金融强国 对 这个 这个我 我一出来之后 我第一个写的一篇传统论本 我的标题就是金融强国 艰难的过程伟大的目标 金融强国太难了 他首先要王山的法治 金融强没有法治 金融强不起来 金融强是别的性能 觉得你很厉害 我拿钱投到你这来 投资比 金卖投资者 外国投资者占比很高 这是个重要象征 另外光王山的法治 还有契约金融 不能天天变啊 说话要上述啊 还有透明度 国家的软实力啊 是建设金融强国最重要的 它一点都不会比强大的实体经济弱 只不过呢在一个大国的金融建设中呢 实体经济当然很重要 因为大国不像新加坡 可以很小 但金融可以很好 像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它这个大国金融中 自己的实体经济要强大的 要有科技创新 产业的 这个科技新技术的产业要 在主导的地步 这是你成为金融强国的基石 一直同时旁边还有 和它同在中央的 就乱实力 这一点呢 是很多国家做不到的 除了这个国家的法治 还包括这个国家的 就是它的法律的模式 接下来再聊一聊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 这也是我们建设 金融强国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这是关键了 人民币国际化 这个我们请管涛老师 来跟我们聊一下 那近几年 我们看到人民币国际化 也是在扎实的推进 那您觉得现在 这个推进加速的原因 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有很多原因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我们这些年的话 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我们是出口现在是第一 然后进口也是第二 我们不单是利用外资大国 也是对外投资大国 那所以随着我们这个 这个对外的这个经济 和金融联系越来越紧密 所以人民币的这个 跨境的流通使用 也得到了支持吧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实施这种 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觉得非常典型的 就是98年 不 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人民币不贬值 实际上就是当时 赢得了所谓小美元的 这样一个称号 尽管我们正式的人币的 跨境流通使用 官方承认的 启动的比较晚 但是呢 这下的金融危机时候 当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 大家就愿意接受 和使用人民币了 这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没有跟其他国家 一样的随波主流 去参与这个竞争性贬值 然后08年 那个美国次贷危机 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以后 当时是韩国央行 提出来说 跟人民银行做货币互换 本来都要向美国学习的 它自己出问题了 然后大家引起了 对这个 线性过去货币体系的反思 第三个呢 就是这些年 我们金融市场 这个双向开放 这个是 人民币的这个 资本项目可见完成度 不断提高 也让大家感到比较放行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 股票通那些安排 把额度都取消了 这个对于吸引外资增加 而配置人民币 金融资产呢 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力 一个国家 它金融的强大 它是两条线 一条呢 一定是本币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当然前提是什么呢 明必要说一下 自由化和国际化 很重要的是法治 因为没法治 它这个本币是 它是处在波动之中 法定能让资本 能让人们的心流下来 资本保持一个适当的预期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 美国金融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资本上发达 它资本上发达 它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化了 如果美国的资本上不发展 美元不可能国际化的 它没有避还机制 它没有回流机制 金融教的话 就是美元国际化 没有美元国际化 美国不可能今天 美国的金融结构 它实际上非常精妙 其中最重要的是 资本上成了一个载体 它成了这个国家的 强大的载体 它让美元国际化 有回流机制 因为人们拿到美元以后 它不可能拿到现金 它一定要买美元 即价资产 它才可以回流出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然中国的金融结构 它要按照这个模式去设计 当然我们还要根据中国的国际 中国的法律 来做一些调整 就像我们市场经济模式一样 中国市场经济模式 跟美国 英国 包括日本 德国 是不一样 但它的内核是一样的 分工 竞争 这个价格的公用性 交易的公平性 资本的作用 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你不能说我和中国特色的事 我现在都不存在 不是的 那同时它有中国的特色 比较地方政府的作用 这就是说 你在设计中国的金融的时候 既要吸收现代金融的内核 同时又要适合中国的国企 这很重要 我们看到 目前在国际上面 也有一种去美元化的趋势 怎么看这种趋势呢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 这是个机会还是挑战呢 首先呢 这个去美元化吧 那个我觉得就是 你要客观的评估 可能在某些领域 确确实实是 美元的份额在下降 但是某些领域 美元的份额是稳定的 比方说在国际 基本上在60%左右 对 但是也不能叫去美元化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 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思考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杨老师 是关于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就是长三角大湾区和金经济 我们看到这个区域经济发展 已经成为我们国家 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特色 也可以算是一抹亮色 因为杨老师是研究区域经济的 那您觉得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还存在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用改革的精神 来推出哪些举措呢 刚刚讲的三大区域 金星机场三桥 大湾区 主要是指的是广东的几个城市 整个我们国家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52万个亿 占比40% 因此这个几位在接下来所谓 中国社现代化的过程中间 挑大连毫无人 马上接下来问题 能不能进一步的挑大连 那就看在这个技术上 要做点什么事情 才有可能使它能够挑大连 作用发挥得更好 原先让我们讲区域的一体化 包括长三桥在内就说是怎样 一体化原先主要是 或者是我们统一大市场 建立过程 形成过程中间的行政障碍 这一段过了 现在的一体化 不是光是一个所谓市场中间的一个 那么诸侯经济的这个正确化 现在是需要是一个什么的 怎么的联手把我们挑大连 能够建置 长三桥35.8万平方公里 四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 和什么相同 和一个德国和一个国家 一个日本 正好差不多 一个德国的 它的国土面积也就算是5.8万平方公里 它的经济总量也就是4.3万亿美元 当然日本比德国稍微大一点 它的经济总量也就是个区域被德国超过的 如果我在长三角的这块企业 我不是光是一个行政壁垒的问题 共同组建一个中国的德国或者中国的日本 那么而这块对于接下来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啊 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在 在一个就是说长三角的范围之内 不是光是一个我和你省界的中间 联手去挖一条河 或者联手去撑到一个环墙 不受账网 我要形成一个统业体 三大区域之间同样 今天是有一个很好的探索性的尝试就是什么 颠覆性技术创新 毫无疑问现在国家科技中间 颠覆性的技术创新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国家科技战略中间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再回到一个就是中国社现代化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三大事业 一个挑大尔大利亚 第二个体制机制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 而本身的阶段性的目标 已经超越了过去 如果我还是经历停留在行 定义障碍之后还要削弱的话 你就不是这个状态了 那么再回到你这个话题上讲 在接下来 我说我现在主要是2013 至少是2035年去 它本身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经验不增强而在整个体制架构中间 会有一个比其他的方面 其他产业发展的好 或者怎么样 包括是不是产业的 有更明显的更大的更重要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Chyitat间 lag 目标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